大家好,我是汉文 今天是韩国的时间6月4号 下午的6点左右 今天外面是下了点萌萌细雨 而且在下午 我们是在海边嘛 所以下午下得特别厉害 高层的楼都看不见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韩国 我们这些中国人都靠什么赚钱 靠什么打工 韩国这边工作强度非常大 但是人均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有一种现象 就是好多好多的中国人 就过来打黑工 拿着旅游签证 然后签证就 本来是旅游 在一个月就到期 或者三个月就到期 就应该走 但其实就不走了 所谓的就黑在这了 黑在这就是身份也不合法 居住也不合法 打工就更不合法了 他们就做一些 在韩国来说 相对低薪的一种工作 就是利器活吧 这种抓住之后呢 被法务部 法务部就是专门抓黑工的一个部门 抓住之后呢 会遣返回中国 理论上来说 遣返的费用还是要这些打工人拿 但是这些打工的人呢 他不会拿这个钱的 他们在发到工资之后 就存到那个账户里面 就汇回那个中国了 放到中国的亲戚手里面了 所以他们肯定身上不会带钱 不会让他成功的罚到这个款的 所以呢 罚钱一般罚不到 那也就是说 给他们关几天金币 然后实在没办法了 就韩国政府出钱 买个机票给他送回中国 但是他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进韩国的这个资格了 就列入黑名单了 我丈母娘呢 在这已经打了大概两年的工 在大地里干活 他本身是在中国的时候是农民吧 所以大地的活还会一些 可能有的是收萝卜 就是萝卜成熟之后 就是拔萝卜 然后把萝卜装上车 然后还有就是 那叫什么 就是拔葱 葱一捆一捆的 拔完了之后给他捆好 然后装车又怎么样的 这边韩国的农民非常幸福 就是因为 韩国的农产品卖得特别贵 他对农民有保护 好像十几年前还是几年前 韩国的农民就大量的上 那个清瓦台去请愿 去示威游行 然后政府就害怕了 他们请愿的内容呢 就是说 政府不能进口 其他国家的农产品 进口量是有限制的 不能大量进口 比如说美国的农产品非常便宜 澳洲的特别便宜 中国的那就更便宜了 那就不用说了 特别便宜 但是中国的质量不好 但是美国的和澳洲的质量 都非常好 为什么不能进口呢 因为你进口来之后 我们韩国的农民怎么办 韩国的农民就没有高收入了 我们的东西就卖不上价了 对吧 所以他们就请愿 所以韩国政府就也没办法 就把所有的美国澳洲的 还包括中国的农产品 进口的关税加的特别特别高 简直就没法进口的感觉 就做到跟韩国的价格一样 甚至比韩国的价格还贵 所以呢 韩国的农产品就持续的能卖 特别高的价格 比如说胡萝卜啦 青菜啦 什么白菜啦 小葱啦 什么东西 那都是天价的价格 那恨不得一个白菜都卖100块钱人民币 还有水果什么的 恨不得一个西瓜都得100多人民币 所以说韩国农产品价值特别高 那农民呢 他就幸福 很多箱子上 比如说地瓜箱子上 还有桃子的一箱上面 都贴着这个电话号码 就是种的这个农民的电话号码 然后呢 还贴着这个农民的照片 然后还写这个是什么什么地方 比如说这是金基道的哪个市 下面的哪个村子 种出来的这个桃子 他的姓名叫什么 然后他的照片在这里 所以就是追根树源嘛 一直能具体到这个 种植者的家里边 这个让人感觉还是比较放心 而且他用的这个农药化肥 都比较少比较安全 所以说应该算是有机的绿色食品吧 但是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是赚人民币的话 比如在中国工作的话 是完全承受不了这种农产品的价格的 特别是蔬菜水果的价格 承受不了 在韩国的人来说都比较困难 那我们接着说 在韩国呢 打黑工的方式 我刚来的时候是 陪读的签证 我妻子是读研究生 刚读完研究生 我是陪读的签证过来的 然后我就在他教授的工厂里面 打黑工 这就是第一种 就是工厂里面的黑工 他做的就是一些纯体力劳动 我当时做的是把这个化肥和农药的这个颗粒 这种颗粒它就装袋嘛 我是做这个袋的封口的 过来一个袋 它有一个机器 我就捏好这个化肥袋的两边 然后走过这个机器 它自动就热敏的 好像是直接就给它压封口 我就做这个 这个一袋农药和化肥 大概有五公斤 一直到二十几公斤吧 挺沉的 其实就做时间长了呢 手就会特别酸 特别累 这个手腕就特别累 然后而且这个料来的时候 我们是要卸货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 有最沉的可能有五十公斤的吧 这一袋原料 我给它卸下来 就是要卸车的 很多很多 然后卸完了之后 还要给它码齐喽 这是挺重的体力活 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韩国发达国家嘛 然后它肯定要很完善的 那个就是工作的规则和安全的程序嘛 其实没有 我因为是去的我教授 不是我妻子的教授 他们的开的工厂嘛 我第一天上岗 就是直接让我就开始干活了 换上衣服 然后换上戴上手套 戴上那个护目镜 直接就让我上了一台插车 不是开插车 我是站在插车上 插车不是有那插吗 就是两个那个铁插嘛 我就站上去了 然后那插车上面插了一个那个 那个托盘 然后我站在那个托盘上 然后插车就往前开 然后开着开着就就给我运上去了 能有两三米那么高 然后我下方呢 就是一个大铁罐子 那大铁罐子是一个搅拌罐子 就是搅拌机的那种感觉 铁罐子里面 搅拌着那个农药化肥 还是什么东西的 那里头那个 那个大铁的东西 嗡嗡嗡就那么转 像铁铲子一样 我要是掉下去 直接就被转碎了